从前有一对夫妻妮妮妮和卡卡 妮妮在家干家务 卡卡则是上班族 她所在的公司事务繁忙 经常加班到很晚才回家 而每次卡卡回到家 妮妮都会给她一袋垃圾 让她去楼下扔掉才准进家门 卡卡很久没有运动了 爬起楼来比较费劲 而且她家的楼层很高 来回一趟要花不少时间 所以她怀疑妻子是不是对她不忠 于是她特意提早下班 蹲守在楼道里侦查 可是几天过去了都没有收获 因为这件事 她和妮妮还大吵过几次 就这样卡卡默默地扔了三个月的垃圾 刚开始的时候 还会累得喘不过气 时间一长就慢慢适应了 一口气上十几层楼都不费劲 几天后公司进行体检 她拿到报告单后才发现 自己的体重减了许多 血压血脂也回归正常 而且因为下班没有和朋友们去喝酒 单脏也更加健康了 看完报告单 卡卡羞愧又欣慰地笑了 原来她一直都错怪了妻子 因为自己下班晚 咪咪才想出这种方式 好让自己锻炼身体啊 我离沟 明天翻译 我们下班 我们下班